事情大概是这样,近日,NBA官方,公布了2022年的,全明星替补阵容,具体名单如下,西部,保罗,布克,米切尔,哥贝尔,唐斯,追梦格林,东气齐东部,哈登,拉文,巴特勒,塔图姆,加兰,米格尔顿,范弗利特如同往年,每一年全明星名单公布,都会有一些未入选的遗珠,今年也是如此,就东部来说,三球拉梅洛鲍尔的落选,就实属可惜。 本赛季至今,三球,一共为黄蜂,处战了45场比赛,场均可以拿到19.9分7.2篮板,7.7助攻,1.5抢断,得分联盟第25,助攻联盟第9,抢短联盟第13,放眼圈联盟,只有哈登,约基齐,东气齐三人,能够做到得分篮板助攻,三项基础数据,都比三球高,而这三位,全部入选了全明星。 进攻效率上,三球的三项命中率,分别是,42.6%,35.8%,87.3%,真实命中率,54.4%,并不算特别出色。 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,还是在近框终结,和中远距离,篮下9英尺内,291,投149中,命中率,51.2,15,至19英尺的,中远距离,58中20,命中率,34.5%,但,得分,从来不是三球的最大亮点。 他的传球才是强项,本赛季,三球,在失误数,与上赛季相差无几的情况下,将助攻数,从6.1次,提高到7.7次,这一数字,目前排在联盟第9,他的助攻率,则从32.2%,提高到34.6%,目前,排在联盟第10。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,三球的传球,不仅多,还非常具有观赏性,经常能凭借一些天马行空的传球,登上10家球,为纪念NBA75周年,NBA官方,在本赛季开始前,推出了一个现役球星,致敬传奇球星的项目,其中,三球对比的传奇,是魔术师,大概你就能知道,他的传球,有多么骚气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就在全明星替补公布前的这段时间,三球多次交出高光,对阵凯尔特仁,24中12,38分,6篮板9助攻,对阵快船,19中8,23分,6篮板10助攻,对阵步行者,16中11,29分10篮板13助攻,对阵猛龙,16中8,25分,3篮板,7助攻其中,对阵凯尔特仁的38分,13球的生涯最高分,对阵步行者的29分10篮板,13助攻,则13球, 本赛季第四次,生涯,第五次三双,他也由此成为历史上,第四位,在21岁生日前,就能拿到至少五次三双的球员,前三位,分别是魔术师,詹姆斯,东契奇,所以,就数据上来说,三球,其实已经达到了全明星级别,而在战绩上,黄蜂奔赛季的表现也不差,ESPN,在开赛前,对黄蜂的预测诈击,是40胜42负,而截止到目前为止,黄蜂的战绩,已经达到了28,胜24负, 排在东部第八,并且距离东部第六的蓝王,29,剩22负,只差1.5个胜场,如果说,全明星首发靠的是人气,那么,在替补的选择上,战绩,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关键标准,作为对比,东部另外两个替补,所在球队的诈击, 范弗利特,蒙龙,27,剩23负,塔图姆,凯尔特人,28,剩25负,绝可以说,范弗利特,和塔图姆,不值得全明星,只是,既然他们能入选,三球,其实也有资格入选。 需要说的是,三球的全明星大门,并没有完全赌上,因为伤病,杜兰特,可能会缺席全明星,如果杜兰特确定不打,那么,三球,很可能成为后补,不过,后补的竞争,也有些激烈, 杰伦布朗,贾莱特阿伦,小萨伯尼斯,同样被认为是东部全明星的一株。当然了,能不能入选全明星,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,重要的是,这才只是二年级,三球,就已经证明了自己全明星级别的实力,他目前只有20岁,未来真的一片光明,继续成长,继续经验下去吧。